18号上午有多个社福单位来到了奉信里康海减囊捐赠物资 包括了信实公益协会如实行议会 梦想推恩关怀协会 纷纷都来到了奉林的奉信里文化健康站 捐赠各项物资给社区长者 镇长萧文龙也特别捐赠2万块钱加菜金 感谢各单位对奉林镇独居长者的照顾 国内疫情高一段落 奉信文建站部落的长辈 也从原本稀稀落落人数开始慢慢恢复正常 在信实公益协会的号召下 提早送爱新到偏乡 18号上午在奉信文建站与部落长辈一起过中秋活动 整合地方政府及民间资源 让爱新加倍在偏乡 对然后越来越散开了 开支善业了 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 就是能够回馈社会 这是最重要的 回馈社会 取之社会 那我们就用之于社会 奉林镇长萧文龙也感谢各社部单位 纷纷把爱新租入到奉林镇 让长辈们都能够感受到社会的关怀 目前我们正午正在推这个长照 但是我们要超前顾书 先把老人家长者给他身体健康 除了健康以外 我们还要给他快乐 这样才是活在人生才有价值 例如是说你吃的很长寿 但是你私自或是躺在床上 那这个人生没有什么意义 而兰治社会福利基金会提供由善心人士所捐赠的款项 购买该会身心障碍制作的月饼 分送给花莲的部落长辈及荣民爷爷们分享 达到爱的循环 好心人士还有一些所谓的企业家 他们用就是爱心捐款的方式 购买我们身心障碍者制作的月饼 然后我们送到偏乡部落 让一些独居长辈或者弱势老人 身心障碍者一起享用 我们也发挥到我们兰治回馈社会的二次公益的精神 那今天能够来到这里 那看到很多的长辈都那么活活活活活健健康康 那也真心的为大家祝福 凤林郑素有长寿之政的美名 老人人口约占25% 也就是四个人就有一位是老人 强化对银法老人照顾资源 争取更多社会资源 溢注在凤林郑 丰兴部落的偏乡关怀爱心加倍活动 下午也前往花莲荣家与劳苦功高的荣民爷爷们 一起提早欢度中秋佳节 感受过节团圆的气氛 记者林杰凤林郑采访报道